2020年9月7日 去紫禁城建城六百年展开幕 还有三天 经过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近一年的筹备 三个主题展厅 四百五十余件文物 及史料照片陆续陈设完毕 橱窗之内是凝固的历史 也是流动的生命 他们跨越时间与空间 只为静静地等待与世人六百年的相遇 在西燕池楼展厅的门口 迎接游客的是一幅北京城画作 这是一幅受西洋风影响的卷本色色画 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 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 描绘了京师的面貌 1767年 宫廷画家徐阳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 创作了这幅《京师生春诗》一图 画家从正阳门大街画起 紫禁城 锦山 西苑 琼岛 乃至天坛奇年殿 莫不一一收入画幅之中 二百多年前的繁华京城 如现眼前 画家徐阳不会想到 他笔下繁华与庄严并存的紫禁城 仅持续了一百多年 就只剩下残墙破瓦和一片荒草 1901年 紫禁城由日军和美军共同看守 此时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 及皇室成员已经出逃一年之久 宫中混乱不堪 到处杂草丛生 日常的清扫工作全部停顿 留经办事大臣和太监的主要工作 已变成伺候往来不绝 参观皇宫的外国人 1902年1月8日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坐火车 回到北京 或许因为急切 太想快点回宫 回鸾的队伍忽略了一丈威严 路边的老百姓或跪或墩 或走或站 慈禧和光绪皇帝也无心在意 两宫回鸾 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到正阳门西北角 拜佛上乡 城墙上站的 全是前来观礼的西方人士 经历了庚子之变的中国 变革终于成为时代的 关键词 按照西方的说法 1900年是20世纪的第一年 全世界对于这一年都充满了期待和热望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一年 留下的全是尴尬 清王朝蒙受了奇耻大辱 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特别是远远超出了中国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 给中国套上了沉重的镣铐 国内矛盾 日益突出 新的政治力量 不断影现 他们将决定 中国未来的 走势 走势 离间飞过来 第一个油 第二颜 就是要给 collection 如果剩下一段 总 individual 五十 两年 这幅公笔白描的画作草稿 是为2022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开幕展准备的文物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书画修复组 正在对它进行检测修复 经过比对 专家们确认 画中人物就是晚年的慈禧太后 慈禧是留下最多画像 照片的王朝实权人物 它满足了我们对皇权的好奇 而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 却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不过慈禧太后作为掌权者 就必须要面对西方世界的窥探 这是一幅刊登在1900年7月14日 第297期法国小日报上的漫画 如果不看标题 很难把这幅丑陋的面孔 和慈禧太后联系在一起 作者还以慈禧太后的语气 为漫画配了文字说明 我讨厌别人烦我 也不喜欢别人戏弄我 我只爱一个国家 那就是中国 大家别看我娇小的脸庞 觉得皇权应该一直为男人所有 直到有一天 上天也抛开了旧力 让母鸡长了牙 这幅漫画是法国国庆日当天 刊登出来的 将被征服者的领袖极力丑化 为自己的侵略行径 强辩正当性 是西方列强惯用的手段 庚子之变后 外国对慈禧形象的描绘 大多如此 可慈禧无力反抗 紫禁城 乐寿堂 慈禧晚年曾短暂居住过 乐寿堂北侧 有一座大型御山 大雨治水图 大雨治水图 描绘大雨与百姓 一起治风沐雨 同洪水搏斗 为天下万民兴力除害 功勤劳苦 这是乾隆皇帝 为了彰显自己 法先王的圣迹所雕琢 当年乾隆皇帝 功勤勤政 让清王朝走入盛世的巅峰 这也使得他可以坚决拒绝 外国使臣的一切无礼要求 一百多年后 慈禧也在处处效仿乾隆皇帝 可他已经两次被列强赶出紫禁城 皇权遭受数次羞辱 慈禧的境遇 比不上一百多年前的乾隆皇帝 甚至比不上十几年前的自己 慈禧再也没有底气 面对一众外国来者 他能做的 只有摆出银河的姿态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他主动邀请各国宫使的夫人 来宫中游玩 聘请御用摄影师为自己拍照 他热情招待每一个人 极力想告诉世界 大清国皇太后的高贵与端庄 自进城内 他忍受着大殿上 接见一众男性外国宫使 忍受着这群男子不向他跪拜 只向他鞠躬行礼 甚至还要忍受某位夫人 大大咧咧地坐到了 他专属的宝座上 自从西安回到北京 类似心有不甘的事 慈禧太后还做了许多 凯瑟琳卡尔 这位身着轻装的美国女人 是一位画家 1903年8月 凯瑟琳卡尔受邀进入紫禁城 为慈禧画像 并选送一幅 到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参展 卡尔小姐之前并不知道 将画像送去参展 有多么让慈禧太后反感为难 因为在太后的认知里 人只有死后 才会被画成像挂在墙上 但为了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太后面为其难 成了唯一一个生前就挂出画像的 轻功后非 慈禧为了适应这个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做出了许多改变 但她的改变 往往只是治标 不治本 回到紫禁城前 慈禧太后就指示光绪皇帝 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签下了新丑条约 其中一条规定 大清要向各国赔偿白银 四亿五千万两 本西合计 三十九年内 赔银九亿八千万两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赔款最多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 无论是女画家凯瑟琳·卡尔 还是慈禧身边的翻译女官 玉德玲 似乎都没有从慈禧太后的 宫廷生活中 感受到那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 特别是 巨额赔款的影响 就在卡尔为慈禧太后画像期间 北京颐和园上演了一出热闹的马戏表演 这出马戏原本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但在慈禧强硬的态度下 马戏团还是来到了颐和园 然而这个被慈禧执意请来的马戏团 却没有得到慈禧十分的欢心 女子平衡滚球的表演 相当于银元一万四千块 当时像老舍先生笔下 翔子这样的高等车夫 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差不多两块银元 一万四千块 够翔子拉车 拉五百八十多年 慈禧太后为了看马戏 闹出了种种任性的行为 女官玉德林有自己的观察 据她回忆 马戏团来临的时间 是农历七月后不久 那时慈禧刚刚度过她 最伤感的日子 农历七月时期 是咸丰帝驾崩的日子 每到七月 慈禧会以玉德林 难以理解的悲痛程度 每日以泪洗面 在一道人生暮年的慈禧眼中 自己只是个年纪轻轻 先丧夫后丧子 命运坎坷的悲惨妇人 到老了 还被一帮大臣关头关脚 连看个马戏都不能随行顺意 慈禧哀叹命运的不公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 作为紫禁城中的统治者 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必须先改变 国家的命运 庚子之乱后不久 1904年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 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争夺朝鲜半岛 和中国东北爆发战争 结果 曾经的弱国日本 获得胜利 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 实现了君主立宪 这次胜利被立宪派认为是 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 立宪派借此机会 向国人宣传 专制必亡 立宪志强 立宪政府 与封建王朝不同 他的首脑 是通过选举产生 这就要求民众 必须具备独立思考 和判断的能力 而以科举为目标的 传统教育 无法培养出那样的民众 因此 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主张 首先废除科举 紫禁城 宝和殿 从乾隆54年开始 便是清王朝 举行殿式的场所 这里 共走出了 清朝的55位状元 他们中的大多数 在历史上 已经销声匿迹 1904年 清王朝在宝和殿 举行了一场殿式 谁也没有想到 这将会是中国最后一场殿式 第二年 日本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 为了学习日本的制度 在各方的强烈呼吁下 清王朝 废除了这项 实行了1300余年的官吏选拔制度 最后一个状元 刘春林 就这样 因为特殊的身份 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 朝廷发出上誉 派崽泽 端芳 上契亨 戴洪慈 李胜夺等 五位朝廷一二品大员出访 他们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考察 欧美及日本等国的政治 史称 五大臣出扬 五大臣出扬 分成两个路线 便由欧美 日本 其中 户部侍郎戴洪慈 出使美国及欧洲多国 在考察英国宪政之余 他走进了大英博物馆 在中国展厅里 他看到了两方内庭玉玺 戴洪慈知道 这两方玉玺必然来自1860年的 圆明园 那一刻 国耻之感油然而生 令他明星刻骨 永不能忘 观览大英博物馆的经历 让戴洪慈痛定思痛 一个国家要自强 要自尊 就需要有良法 一年以后 五大臣回国 他们无一不推荐君主立宪之 宰则在密哲中 向太后和皇上分析了立宪的好 最紧要者有三 一 皇位永不 二 外患渐轻 三 内乱可敏 这三点可以说都拨到了慈禧太后 最紧绷的心形 由此 他下定决心 要实行君主立宪之 1908年 清政府发布了 基本抄袭自日本的 亲定宪法大纲 他开宗名义地写道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事一系 永永遵待 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 看来 出阳大半年的五大臣 并没有让紫禁城中的统治者 认识到 君主立宪政体的真正关键 立宪政体下的君主 是没有实权的 美国人 美国人期待了多年的君主立宪 在清王朝的运作下 最终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声势浩大的五大臣出阳 他所发起的清王朝的自救 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持续这个历史人物 我们认为 它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 它是完全要维持清王朝这种 在旧的轨道上爬行 中国皇帝它有两条 第一条 它王位是传承的 第二个 中国是架构一体 这个天下是它家的 那么像日本这样的呢 它也是传承的 但是日本的天皇 自己来削弱皇权 支持明治维新 这些新的事来上来 来改变这个状况 所以日本很快能够上去 当年五大臣之一的端方 还带回了这样的电影放映机和影片 端方本打算把电影 放给太后皇上看 但因电机稍有损伤 就便方经于制造电机之人 进行修理 没想到修理过程中 发生爆炸 竟致两死一伤 电影放映机的爆炸 似乎也预示着 清王朝最终的走向 王朝的根基早已损伤 即便修修补补 也无济于事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皇帝与西苑迎台韩元殿驾崩 22小时之后 慈禧太后病逝于西苑 宜鸾殿 工人终于可以把慈禧太后的油画 悬挂出来以工人祭拜 在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后 他把政治改革的变数 留给了紫禁城 留给了一个只有三岁的小皇帝 溥仪 1908年12月2日 不到三岁的溥仪 在太和殿登基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据溥仪后来回忆 那一天出奇的寒冷 太和殿外面占满了人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那天溥仪啊 有些害怕 当他被人抬着 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 溥仪挣扎着哭喊道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他的父亲 摄政王崽峰 急着直冒喊 他单膝跪在宝座的旁边 抓着溥仪的手安抚道 别哭别哭 快完了 快完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很多人将这段话解读为 大清王朝 气数将近 的确 也是一语成谶 而此时的紫禁城外 革命浪潮 也是风起云涌 当黄泉帝制在紫禁城中不断挣扎寻求保全的时候 再遥远的南方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以旺盛的斗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决议以破释陈州之举 视之不反顾 余裸一搏 以期彻底推翻清王朝 紫禁城外风云变化的革命 并没有给紫禁城的掌权者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距离今天故宫三公里处 后海边上 保存着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 纯禁王载丰的王府花园 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寄情于花草和读书 在溥仪眼中 载丰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 他说话结巴 坐视托塔 不适合 也不喜欢参政 但正是他低调谨慎 不露锋芒的性格 才最终成为慈禧眼中最好掌控 也是最合适的摄政王人选 载丰上台后 他身边有一群宗室觉罗 八旗世家 汉族大臣 这些人各有分歧 各有争端 载丰周旋于各方中间 很少有自己的主见 自溥仪即位以来 支持立宪的各省都府 巡府 将军 不断联名上奏 请朝廷缩短立宪期限 尽早设立内阁 召开国会 直到溥仪即位的近三年后 1911年5月8日 载丰才终于 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第二天 1911年5月9日 清廷宣布商办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这成了清王朝的最后一张催命符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九仙桥北路一号的 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 在陈列厅中展出的这些文物展品 是中国铁路从无到有 从落后到现代化的历史见证 这台看似有些卡通的机车 由于它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铃子 人们便把它称为零号蒸汽机车 1882年 这台英国制造的机车 在中国第一条铁路 唐须铁路上起运 自此中国进入了铁路时代 中国的铁路建设非常迟缓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铁路没建设呢 那就是它在一个农业文明状态 怎么去给铁路大规模的投资融资 是个找不到方向的 不知道怎么融资 因此中国在前面几十年 就把铁路建设给耽搁掉了 尽管如此 南方多省各层民众 还是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 掀起了自办铁路运动 不仅商骨士绅 甚至工人 学生 店员 乃至妓女乞丐 都纷纷购买铁路股票 支持铁路自办 在这样的背景下 清政府宣布 要将各铁路公司自办的铁路 收归国有 而更无法令民众接受的是 清政府同时向四国银行借款 六百万英镑 借款条件就是粤汉 川汉 两大干线铁路的修筑权 这在民众眼中 无异于卖国的行为 终于点燃了辛亥革命 燎原烈火的火炬 1911年10月10日 清政府新军陆军 第八阵的革命党人 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这声炮响深深地震撼了远在北京的紫禁城 在龙位上安坐了二百多年的大清朝皇帝 首次感到了脚下土地动摇的无比厉害 清朝统治者大概没有想到 推翻王朝的主力 正是由他建立的新军 他们更想不到的是 一步一驱了好几年的立宪之路 瞬间就转向了共和政体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 就这样突然发生 此时 载风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 揭散了皇族内阁 军政大权被袁世凯所掌握 袁世凯野心勃勃 一直想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他几次三番软硬兼施 劝说龙玉太后退位 龙玉太后和小皇帝溥仪 这对懵懂的孤儿寡母 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转折的舞台 据当时的申报记载 在一次御前会议上 面对紧迫的局势 龙玉太后放声大哭 一边哭 一边还呼唤着她的丈夫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小皇帝溥仪健壮 也窝在龙玉太后的怀里哭泣 面对澎湃的革命浪潮 面对前人留下的腐朽王朝 大煞将轻 他们无能为力 今全国人民心领多七下共和 南中各省既倡议余前 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 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与亦何人因一性之尊荣 福肇民之好恶 适用外观大事 内审于其一路 1912年2月12日 宣统皇帝普仪退位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君主专制制度结束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溥仪退位时 他只有六岁 按照约定 殉清皇室 仍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 但溥仪弄不明白 他生活了三年多的游乐园 怎么平白无故 少了一半呢 他和弟弟普洁 爬上搭财座 用疑惑的眼神 望着那些捡去了辫子的卫兵 红墙外的卫兵 更加不明白 帝制已经让位给共和了 为什么紫禁城中还住着皇帝 变局中的中国 在紫禁城已经浓缩成了一种奇特的景象 它被一分为二 以前清门广场为界 前一半属于民国 后一半属于皇室 紫禁城发生着新的变化 走入共和政体的中国 也在漠然改观 民国元年的南京临时参议院 他的讨论就是说剪辫子 讨论服装怎么穿 讨论就是中国人应该怎么称谓 因为在那之前就是老爷少爷 另外就是废除哪些旧制度 增加哪些新制度 教材怎么编 就当时要考虑编 共和体制下的修身教科书 2020年5月 故宫博物院古剑部 乾隆花园项目组 在街表翠上楼二层贴落时 接下了这套内政部 北平古物陈列所 半价联合游览券 它就像一把回转时光的钥匙 打开一扇门 让我们窥见了紫禁城 划时代的命运转折 辛亥革命之后 众多民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提出了 利用皇室宫殿和所藏古物 开设博物馆的主张 他们的设想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 1913年 民国内务部决定 在紫禁城五营殿开设古物陈列所 后来紫禁城三大殿也相继对外开放 古物陈列所的召见 开民初博物馆之先河 诗人评价 创我国数千年来 开以公共兰谷之新纪元 同一时期 青世遗留的天坛 文庙 国子建 黄寺 雍和宫 北海 景山 颐和园 玉泉山 以及历代山林等处 陆续被开辟为公共游览空间 供中外人事有关 诗人感慨 返约帝后游信场所 尽贤为市民艳乐之地 与紫禁城外的世界格格不入的是 神武门内的紫禁城内庭空间里 依然沿用宣统纪念 官员们的官袍 官帽 顶带花铃都没有变化 他们还是做教 得到皇帝赏赐的 也还会穿上貂皮长袍 宫中侍卫 依旧身着刺绣礼服 太监苏拉们口中 依旧叫着万岁爷 他们向皇帝行的 也还是跪拜礼 小皇帝溥仪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慢慢长大 御花园成为了他为数不多的 可以游玩赏乐之所 他的很多照片都是在这里拍下的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 殉清皇室暂居紫禁城内庭 日后许迁居颐和园 但这里的人总是找出各种理由 留在紫禁城 以前不爱住 现在不想走 因为谁心里都清楚 这回去颐和园和从前可不一样 现在哪怕再不舒适 也得住下去守下去 因为一旦离开 就再也回不来了 紫禁城的乱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 在与紫禁城锦衣墙之隔的北京大学里任教的李大钊 在《新青年》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名为新的旧的文章 他愤然写道 现在已成了民国 仍然还有什么清室无柴小民 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 一面又要负担清室的经费 民国是新的 清室是旧的 既有民国 哪有清室 若有清室 何来民国 可被众人寄予期望的新建立的民国 却没有体现出破旧立新之意 清云灿兮 旧漫漫兮 日月光滑 旦复旦夕 清云歌 歌词取自极曲熬牙的上书 相传是顺善未与雨时 同群臣互贺的唱贺之作 他赞美了顺地退位让贤的崇高境界 和伟大胸怀 也表达了人们希望大雨受善即位 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 阳光普照 万里光明的美好愿望 清云歌曾经一度称为 中华民国国歌 1913年推荐清云歌为国歌的教育家 汪荣宝 原本是想通过顺善让的故事 向人民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可这一番婉转的深意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 连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都瞄准了紫禁城的那把龙椅 决意复辟帝制 最终 袁世凯的这番闹剧 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 黯然收场 袁世凯本人不久便病逝 他死后的第二年 1917年 张勋率领辫子军又进行了一场复辟 十二天后 他们便被赶出了紫禁城 可紫禁城外 乱象仍在不断上演 紫禁城外 中华民国始终都没有迎来 青云歌里所唱的那般 阳光普照万里光明的美好局面 袁世凯此后 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 各国都有意将中国分而置之 内阴外阴共同作用 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时期 北洋政府的控制权 先后被婉系 直系 奉系军阀所掌握 从1912年到1928年 短短的17年间 有14个人当过总统 或代行过总统执权 紫禁城默默注视着 各方粉末登场的混乱政局 而这个波鬼云厥的时代 也将彻底终结 一个皇家宫殿的身份 昆宁宫 复原了光绪皇帝大婚时的陈设 在这里 殉清皇室进行了最后一次狂欢 1922年12月1日 溥仪大婚 当时的清室内务府早已入不复出 但为了彰显皇家尊严 殉清皇室仍然决议 一切要按照光绪帝大婚的规模来办理 不得已之下 他们竟拟价一本二十万元 向各外国使馆兜售四库全输 这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反对 由此 清室古物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算作皇家私产 这个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自溥仪退位以来 紫禁城的谷物被小朝廷内务府盗卖抵押 加上溥仪本人赏赐出去的 清宫内几带积累的珍宝大量流出宫禁 溥仪也试图整顿内务 清点珍宝 可没想到 行动还没开始 建府宫花园一场大火 靖盛斋 靖宜轩 延春阁一带建筑 及其大量珍宝古物被焚毁殆尽 清宫古物建筑竟负一聚 引起了社会各界 对殉清皇室保管古物的质疑 此时 清室以老门 向溥仪进城多个 皇室博物馆计划 为谋求清室 对清宫及其古物的所有权 和保管权找寻出路 正当溥仪小朝廷的 皇室博物馆计划准备推进时 北京政变却在瞬息间爆发 1924年11月5日早上9点多 国军经济卫署司令陆中林 奉冯玉祥之命 带领队伍进入神武门 要求溥仪先生 马上带着后妃和两位太妃 离开紫禁城 紫禁城最后的主人 就这样被迫离开 楚秀宫的炕桌上 还扔着没吃完的半个苹果 至此 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的历史 彻底结束 紫禁城内外的喧嚣终将散去 而此时 绝境求生的中国人 已经在混沌和微光中 寻找到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出路 十月革命之后 李大钊在新青年和美洲评论等新文化阵地上 相继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等 宣传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和演说 不遗余力地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 变革的时代已经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1921年 一群人人之士 已经捕捉到了黑暗中的那一缕微光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在这一片焦土中 民族复兴的萌芽正在孕育 中国的破晓时刻 马上到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日含哨 你是阴云眼里 红墙流离 下谁在说情 看不转进水之远 倒影复一夕明月 某种星光照照如影如火如烟 一去江河水 一朝天下谁挽回 一眨望又春 一梦定心又自归 一时破晓 已不再沉睡 破晓 破晓 却发浪星海 怀一口 鲜火起 细尽忘日尘埃 破晓 天地流暗山 天地流暗山 先带着清风雪雨 迎接重生光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一口 鲜火气 细阴往日尘埃 火消 千里流而上 先翻着星风雪雨 银驰重生 光芒 火消 盈天立地 火消 憧憬一首 火消 异万狂乱 火消 红桃万丈 火消 千方浪心海 欢一口 鲜火气 细阴往日尘埃 火消 千里流而上 先翻着星风雪雨 银驰重生 dock stackingorm isma 我们要把这片放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巧 1.7 只能把这个车砸 车瀑 憧 Twenty 感谢观看